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支付宝平台上已经有超过85%的商家实现对自反弹 据了解支付宝还对外公布了入住体验 平台政策和小程序三项升级计划 据介绍急速入住 目前已在餐饮行业率先试点 三天入住 七天开通 当月就能有收益 未来将在更多行业展开 平台政策方面 DT10的升级 有助于增加中心化流量入口 降低流量激励的门槛 成金计划的推出 也将帮助服务商增收 三淘宝数据显示 今年疫情以来 上淘宝开店的人越来越多 平均每天有4万人进入淘宝开心店 这些店主的平均年龄为25岁 四 UPS周四宣布 公司二季度净收入 同比增长4,7% 达到17,7亿美元 扣除项目后 每股收益2,13美元 高于预期的每股 1,07美元 Refinity的IBS数据显示 UPS营收增长13,4% 至204,6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174,8亿美元 UPS表示 美国市场的日均运量上涨22,800分 达到每天2110万个包裹 此外 UPS还看到来自亚洲的强劲送货需求 5,在日前的开发性金融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第四次推进会上 美菜与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国家开发银行将在未来5年内为美菜提供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战略受信 据介绍这50亿元的受信将帮助美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 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升级 同时 国家开发银行将通过自身服务资源支持美菜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与金融服务 6,阿里巴巴客户体验事业部简称 阿里CCO资深专家董锐应邀出席 某论坛时透露8月天猫官方服务将迎来新一轮升级 预计有50余家天猫旗舰店率先完成数字服务系统迭代 据了解目前电小密 AG外呼等智能产品 授钱转化 订单挽回 资损防控 会员运营等增值服务 已深度应用于天猫官方服务中 8月天猫官方服务团队 FBG将完成一零版至一五版产品迭代 从超级电模式进化到多电模式 利用新型人力资源调度体系 大幅减少商家克服人力成本 同时完善退款流程 Lazade启动中小企业出海速成计划 未来半年Lazade将孵化3000个月 成交过10万的中小商家 并针对东南亚不同国家市场特性 进行垂直品类扶持 据介绍 速成计划将首先在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市场的细分 行业落地 依据该计划 国内的中小商家将可以快速开店 通过线上选拔 培训资源扶持 以及行业小二 协助运营店铺等方式 实现迅速成长 提升当地垂直市场的销量 一帮原创 上线一个月 入住19家MCN微信版星图来晚了 6月中旬 微信发布微信内容服务商 开放入住公告 首次公开邀约 MCN机构入住 正式面向MCN机构打开了大门 全资收购云 服务公司 字节跳动 特别业务在下一城 7月30日消息 字节跳动将于近日完成 对容器平台 财云科技 K-Club的全资收购 收购完成后 财云科技的团队及业务 将加入字节 跳动火山引擎 财云科技CEO张鑫 将出任字节跳动火山引擎云 原生业务负责人 感谢观看 期待 请期待